今天我们这边其实是已经是叫防范区了 本来说昨天要撤啊 但是昨天昨天那个没有撤啊 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 可能也是医护人员的这种调度问题吧 今天今天今天是那个第几次啊 我都记不住了要求这个测核酸 因为这个核酸测啊 因为它是这个分批进行的 所以就整个的 我觉得这个整个的速度还是非常快的啊 这次和以前有个区别就是测了核酸之后啊 会会送一个这样的口罩吧 我觉得也是也是一个那个 一个一个改进吧 因为我们这边是那个防范区嘛 防范区的话 所以好多的店铺了 什么都可以这个开业营业了 都是水水 还对人家不算多吧 觉得基本基本很快都能测完了 因为广州这边啊 都是用这种大规模筛查 然后快速的筛查 因为这样的话可能是能够非常快速去定位 这个我们说的一些感染者啊 或者无症状感染者的一个区位吧 我觉得这点还是比较反应速度特别快的吧 这有一个电梯技术服务中心啊 因为广州这边也有好多的老旧小区嘛 广州这边和北方还不一样 因为北方的话大概是六层的比较居多啊 但是广州这边都是九层 九层的话对一些老年人啊 这边就是更不友好了对吧 所以但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吧 有的这个楼单元啊可能加装电梯 有的还正在正在进行中吧 嗯所以我们说这个怎么说呢 希望能够有办法大家就一步步推进吧 哦因为这些店铺都都营业了 那个到市场那边呢也可以正常的过去了 因为如果是那个分控区啊 网格化管理 它是它是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那样的去分控起来 就没有办法到这个别的区域去啊 但现在的话因为这一片已经属于防范区了 整个的就又可以相对来说啊 比较那个比较那个可以自由的流动啊 但是那些水马啊什么还在啊 哎呀我们看一下啊 那水马还没有说全部那个拉走啊 因为因为这个疫情它这个动态变化的过程 你看还在啊 这些水马还是还放在这里啊 啊原来这边这边和那边是过不去的啊 那暂时这些还放在这里 因为这个呃这边已经的防范区了 所以可以和外边那个比较自由的这个流动啊 所以那个你看物资还是比较 从这我们就不进去了 你看从这还能可以看到啊 市场里菜啦水果啦 物资还是比较比较充分的啊 当然价格啊这两天我觉得肯定是 比那个没有发生疫情之前 要是有一些这个价格的增长啊 这个这个也没有办法是吧